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就挖这么一个鱼塘啊 既然把挖击腰都闪了 到底是泥巴太多啊 还是操作过猛 兄弟们帮我看看 就眼前这个鱼塘啊 你不仔细看啊 真不觉得它是一个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淤泥啊 已经把这个糖啊 基本上已经盖掉了 老板说他小时候 还在这个糖里面游过勇 老板的年纪啊 现在已经快五十多岁了 我说你小时候的话 这个糖那会有四五十年 没有清过了 那里面的泥巴不是很深吗 老板说泥巴倒是不深 主要是糖杆子啊 已经洗没有了 那个时候啊 他说这个糖杆子有两米多块 现在这个糖杆子只剩一斗块了 而且这个糖啊还漏水 所以啊老板的要求就是 要我们把这个糖杆子 把它加宽 加宽以后啊 再把这个糖里面的泥巴 全部把它除掉 听到老板的要求啊 现在我们的任务啊 就是把糖杆子 跟堆里坑全部做好 做好了以后啊 我们再把泥巴 把它甩过来 旁边正好有块铁 老板说啊 就把这个泥巴甩在这个铁里面 到时候啊 把这个铁里面的泥巴 把它搞平搞平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了兄弟们 堆里坑跟糖杆子啊 已经做好了 而且这个糖杆子 我们用挖机 已经把它压紧了 基本上也没事了 现在的任务啊 就是甩泥巴 给你们看一下 加长臂挖机啊 甩泥巴的速度 跟甩泥巴的距离 现在我感觉 我这个腰闪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腰闪掉了 像我们加长臂甩泥巴的时候啊 第一下就基本上是不用下去了 站在这个糖杆子上 把这个能挖的泥巴 基本上全部甩过来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下去的情况下 到时候把里面的泥巴 越搅越稀 到时候里面的泥巴 就越来越难挖了 所以啊 我们先站在糖杆子上面 把一次性能挖上的泥巴 把它一次性挖上来 因为这个泥巴还不是蛮稀 所以啊 我们一次性挖上来 就相当于这个地方 一次性挖完了 站在上面能挖的地方 基本上已经挖完了 现在我们就把挖机 把它开在下面来 开在下面来以后啊 我们首先也不要到中间去 我们就站在这个旁边 把这个能勾的地方 也是一次性勾上去 这样就相当于啊 这个糖的三分之二的泥巴 就是一次性甩上去的 这样子啊 就不用这个泥巴盘来盘去了 如果说泥巴盘来盘去啊 就越盘越稀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就把第二下 也一次性甩上去 这个泥巴的三分之二 基本上已经甩完了 而且这个地方 有个杆子把它留着 为什么要留这个杆子 兄弟们应该也知道 因为啊 到时候我们挖机 开在我挖的那个位置啊 再把档头那个泥巴 甩在这个杆子这来 如果说你这里不留个杆子啊 到时候这个泥巴会往回滑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留个杆子 到时候把泥巴甩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再把挖机开上去 把这个泥巴把它全部甩完 好了 兄弟们 就剩最后面一点点泥巴了 把这一点点泥巴 把它甩上去以后啊 这个糖里面的泥巴 就算是忘完了 糖里面的泥巴忘完以后啊 我们然后就开始修这个糖杆子了 修这个糖杆子之前呢 首先要跟老板沟通沟通 大概他这个婆度要多少 如果说首先不跟老板沟通啊 你到时候把糖杆子做好了以后 然后再去搞的话 到时候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跟老板沟通以后啊 他说这个斜坡要斜一点 因为什么呢 他说之前他那个糖杆子 那个坡啊太陡了 后面洗着洗着 一个糖杆子基本上就洗没了 所以说啊 他说这次修这个糖的情况下 必须要把这个坡 把它修陡一点 这样子啊 到时候这个糖可以管个大几十年 如果说你修太凳的情况下 到时候水洗来洗去啊 可能又非洗没了去 好了 兄弟们 这个坡修在这里基本上就可以了 旁边拉一点点 留着油我们开上去再修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糖里面的泥巴 把它全部把它扫平扫平 如果不扫平的情况下 到时候不好看 老板说这里一坨 拉的一坨 所以啊 我们就把挖机开在糖中间来 用这个斗背啊 一点一点的把它全部扫平 基本上就OK了 好了 兄弟们完美收工 老板非常满意 我非常伤心 感谢兄弟们的点赞加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